Hello 大家好,我是Uncle B2 有些大家超級期待的遊戲 亦有一些意料之外題材的遊戲 就會在未來的9月推出 除了這些遊戲之外 9月其實都有很多遊戲值得大家一玩 今天我就照過往慣例 私心推介5隻2020年9月推出的遊戲給大家 這個頻道主要想和大家分享我對ACG文化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加入會員 甚至使用超級感謝功能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之餘 亦可以支持一向我製作更多與ACG文化相關的影片 另外大家也可以按右上角的資訊卡 訂閱我的Virtual Channel 我會不定期在這個頻道以VTuber的身份進行遊戲或集團直播 第一隻私心推介的遊戲就是9月1日在PS4 Switch 9月3日在PC上推出的《來自深淵 潮向黑暗敵雙星》 這遊戲是一隻改編自動漫作品《來自深淵》的ARPG 遊戲主要分為兩個模式 可能會有原作的粉絲會擔心這次遊戲不忠於原作設定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這次遊戲會由原作作者 本名寧木茂雅的Educia Kiddo親自監修遊戲的 如果大家是來自深淵粉絲的話 這隻《來自深淵 潮向黑暗敵雙星》都應該值得一玩 第二隻私心推介的遊戲就是9月8日在PS5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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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負責開發的雷魂系動作遊戲 今次遊戲以一個虛構的十八世紀法國 當時機械技術已經高度發展 而實施暴政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控制機械人軍團以恐怖手段統治法國 大家就要扮演當初為了保護瑪麗皇后 而設計的最先進女性形態的機械人 Aegis 在瑪麗皇后的命令下 找出創造 Aegis 的人之餘 亦要想辦法結束國王路易十六的恐怖統治 改變法國的歷史 那根據Spiders Games 的說法 今次遊戲大家可以控制 Aegis 利用它體內的武器 包括小型刀、來福槍、重型武器等等 七種武器類型向敵人進行攻擊 另外大家也可以升級這些武器 大家在遊戲裡面也可以控制 Aegis 在遊戲裡面的法國巴黎 利用靈活的動作攀爬公寓的牆壁 尋找隱藏的道路等等 那在去年七月舉行的線上遊戲發佈會 Leapkick Collette 其實就公開了這遊戲的一些Gameplay片段 不過當時就有網民說遊戲的動作 整體就有點不太流暢 那到底Steel Rising 這遊戲正式推出之後 在整體動作的流暢度或者其他方面會變成怎樣呢 9月8日遊戲正式推出之後就知道了 第三隻屍心推介的遊戲就是9月9日在Switch上推出的Spatune 3 現在的官方中文譯名就譯作《C.普拉頓3》的遊戲 雖然我自己就比較喜歡七彈大作戰這個中文譯名多些 啊哼 那這遊戲就是Spatune 2的續作 也是系列首次支援繁體中文的遊戲 這遊戲就在2021年2月任天堂Direct裡面首次公開消息 在2020年的4月就正式確定在9月9日推出遊戲 那這次遊戲有很多人都說是Spatune 2的強化版來 因為前作裏面出現過的武器在這次遊戲都會出現 兩對4對4的對戰 以密集圖沒地面的面積來一缺勝負的佔地對戰 基本規矩也沒有改變 只是加了一些新的武器、特殊武器和新的動作而已 原本我都以為是這樣的 但是在8月10日的Spatune 3 Direct裡面 任天堂就宣布8月28號的早上8點到晚上8點的時候 也就是如果你是準時在28號中午12點看這條片的話 也就是現在啦 那Spatune 3就舉行了一個前夜制 先行體驗一下Spatune 3這遊戲 那除了剛才說的兩對4對4的對戰之外 也加入了三對一同對戰的三式奪補對戰 那看來除了佔地對戰之外 這遊戲有機會有其他方式的對戰給大家去玩 那到底今次Spatune 3還有什麼新的驚喜給大家呢 9月9號遊戲正式推出之後就自有分曉了 第四隻私心推介的遊戲就是9月22號在PS4、PS5、Xbox One、XX、XXS、Switch 同PC上推出的The Diofrile Chronicle 中文譯做神領偏年史的遊戲 那這遊戲是由Square Enix開發的SRPG來 在3月的PlayStation直播節目State of Play裡面首次公開消息 在7月就確定在9月22號正式推出遊戲 那這遊戲的世界觀就融合了奇幻、中世紀和現代的風格 以軍事戰技的形式來推進遊戲的故事 而Square Enix 就表示遊戲強調結合深奧戰略性和非常高自由度的即時戰鬥系統 大家只需要信出感精準地下達指示 就可以令戰況變得更為有利 大家可以使用因職業和裝備的武器 而有所不同的各種技能去擊破敵人 想辦法令任務成功 遊戲的開發陣容亦都相當豪華 包括有擔任過FF12、13的藝術總監 上閣鳥勇擔任今次遊戲的概念美術 負責冰與火之歌劇集音樂的Women Jawaardy 和Bloody Campbell 負責為今次遊戲的音樂原聲作曲等等 如果大家是喜歡玩一些戰略加角色扮演類型遊戲的話 這隻神領偏年史應該都頗適合你 第五隻私心推介的遊戲就是9月29號在PS4、PS5 和PC上推出的Final Kid on the Dream 中文譯做女神戰機極樂淨土的遊戲 這隻遊戲就是女神戰機系列的最新作遊戲來 在3月的PlayStation直播節目State of Play裏面首次公開消息 在7月就確定在9月29號正式推出遊戲 女神戰機系列初代遊戲Final Kid Profile 就在1999年PS1上推出 遊戲就以北歐神話為藍本 遊戲的故事也參考了很多北歐神話的故事並且加以改編 而遊戲的故事、多結局的設計較為Hardcore的RPG玩法 和有別同類型遊戲獨特的戰鬥系統 令這隻遊戲一推出之後就大受好評 而之後第二代遊戲Final Kid Profile 2 也延續了初代的大部分系統和玩法 不過今次遊戲在戰鬥方面就沒有延續初代和二代的系統 就採用了現代ARPG的玩法來進行遊戲 不過就保留系統的必殺技和連擊系統 不知道今次的改動會不會令女神戰機系列的粉絲水土不復呢? 這就真是遊戲正式推出之後才知道了 好,以上就是我私心推介的5隻遊戲 那大家有沒有其他2020年9月推出的遊戲是最期待 而且很想快點玩到的呢? 不妨在留言說下有哪隻遊戲你是最期待 以及為何那麼期待 我是Uncle B2,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本身參加前條片 最期待會有 business人的遊戲 只是大家還在學習的遊戲 可以看到一年 我會說了 在初級的版本 我可以看到這次遊戲 我會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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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見你